中國信託女子高球公開賽 首輪上演了三洋開泰戲碼 三位泰國女將揮出了65桿並列領先 來到第二輪 領先集團表現同樣穩健 布薩巴桿在前九棟 雖然只抓下了一個小鳥和一個BOGI 後九棟卻開始倒吃甘蔗 抓下四隻小鳥 第二回合攪出地域標準桿四桿的68桿 兩天合計133桿卻滑落一個名次 第一名另有其人 因為同胞好手帕瑞薩更猛 鐵桿積極 推桿穩健 竟然不但進仗了五個BIRDIE 還繳出BOGI FREE 讓合計ONDER12桿的132桿獨佔凹頭 兩位泰國選手佔據前兩名 最後一輪將同組出發 尋求冠軍 反而是昨天與他們分享排頭的潘娜拉特 今天只打出了平標準桿 滑落到並列第六 但兩位泰國女將的領先地位並不穩固 因為兩岸好手在第二回合窮追猛敢 特別是來自中國的17歲新秀石玉婷 前一輪只打出了1分part 今天卻在後9大爆發 11到15棟 連續射下5隻小鳥 前9也入帶4個紅字 第二輪狂抓9鳥一BOGI 以地獄標準桿8桿的64桿 追平東方高爾夫球場 單輪最低桿紀錄 總成績136桿 直接竄上了第三名位置 在最後一天保有爭冠機會 而和他並列的是兩位台灣好手 旅美LPGA女將徐維林 和征戰歐旬賽的陳思佳 連續兩天都以68桿交卡 徐維林其實每一洞都有抓鳥機會 只可惜推桿不夠穩定 以4鳥臨搏技作收 而陳思佳雖然在16洞 吞下了唯一一個BOGI 索性在收尾洞 及時抓鳥搬回一城 也因此中信盃最後一天賽事 前五名將呈現三位海峽女將 夾擊兩位泰國好手的態勢 李宣文綜合報導 謝謝